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vibrãy grenает 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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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好已熟啊 好香在哪旅行 許總您這魅力 連送外賣的都被你捉伐 我們許總不收禮物 許總來了 許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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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玉佩可是我和我未來老婆家人的信物 可不能弄壞了 什麼狗屁許總啊 許總 許總 查到了 當年幸福孤兒院的珍珠小姐被南城沈家靈養了 許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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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娶她 南城第一首富 許之行 要娶珍珠 我 我們當年在幸福孤兒院領養的那妖頭 是 我明白了 媽 許之行 許之行 要娶我 不是 許總找的人是從幸福孤兒院領養回來的 是阿杜 媽 你讓我代替阿杜嫁過去吧 反正我和她小時候就換了名字 許總也只是小時候見過阿杜 現在肯定認不出來了 也好 也好 不過嫁去許家 你該知道怎麼回報我了吧 我明白的 媽 你好 我們現在開業大酬兵 做活動很划算的 您看看吧 啊去 唉 怎麼個事兒 又有雕名藥還陣了 沈珍珠 你幹什麼 從現在開始 離開南城 有多遠 滾多遠 媽 這是你的意思嗎 沈渡 這些年沈家養領這麼大 也算是人之一盡了 可你看看你 每天不是送外賣 你就是發傳的 把沈家的臉都丟進了 我靠我自己的雙手掙錢 會有什麼丟人的 好 我這些年掙的錢 全都交給沈家了 算是報達了沈家的養育之恩 從此以後 我和你們沈家 再也沒有關係了 我 我 我可以逼有人欺負我 那 你 也沒有 我 許總 這是新買的別墅 我特意給您叫了個報警 我把夫人接過來 我一定要让珍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好嘞 先生 如果需要修剪服务的话 我可以代劳的 这是我要送给我未来太太的话 我自己来 先生 可是您再这样打理下去 花都要被你薅秃了 花呢 是要这样剪的 她 怎么会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不 徐志向 你眼里心里都只能有珍珠 怎么能对别的女人有想法 徐总 我把太太接过来了 知行哥哥 沈渡 你怎么在这 你太太是她 一个不要脸的女人 敢供应我的知行哥哥 马上给我滚过去 有人吗 小飞 没事 跳下来 我接住你 那你一定要接吻我啊 肯定了 伤猪 你没事吧 会留巴妈 不会的 你手上怎么会有这道巴 啊 這個吧 是 老公 為什麼他會在這啊 他是請來的寶姐 雖然我和珍珠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 但是他給我的感覺為什麼會這麼陌生 想不到沈珍珠的未婚夫前是他 既然已經打掃完了我就先走了 你辦我幹什麼 我 我什麼都沒有做啊 老公他冤枉我 你怕讓他給我道歉 我向你道歉明明是你辦的我 夠了 給我太太道歉 我憑什麼道歉我沒有錯 憑她是珍珠 是我許之行的女人 你倒罪不起 就是不道歉我沒有錯 許助理 喂你們公司的2831和保協立即辞罪 永不錄用 喂經理 什麼開除 不是我 哼 沈渡看你以後還敢欺負我 他以前經常欺負你 老公他是我姐姐 以前在沈家的時候他經常有什麼東西都跟我搶 少又不如一 還會動手打我 不是 你要不要臉啊 明明是你欺負我行不行 閉嘴 從今天起 別讓我在南城再見到你了 不是 喂經理 那這個月的工資總能結給我吧 合作的許總你還想要工資公司 把錢賠償就不錯了 喂 喂 怎么办 孤儿院里的小月还等着我赚钱 给她做心脏移植手术吗 喂 什么 怎么谁都要帮着沈珍珠来欺负我 别闹着我 别闹着我 给我 别闹着我 听我听枪了 那个場景 只是两句话 小菲,你到底在哪儿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啊? 沈珍珠,怎么又是你啊? 沈杜,我不是让你离开南城吗?你怎么还在这儿? 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凭什么走? 要你滚你就滚,留在这里是想勾引我未婚夫吗?我告诉你,没门 你连你的名字都是从我这儿抢的,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 还有,这一巴掌,还给你了 这一巴掌,还给你 知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我跟你说过,她是我的未婚妻 任何人都不能欺负她 知行,姐姐因为上一次的事情怀恨在心 刚刚还想打我,你快帮我出出气啊 许先生 你看清楚了吗?明明是你未婚妻先动的手 就算如此,我也不会眼睁睁看着她被人欺负 知行,这一家是我最喜欢的餐厅了,不想看到这样的人留在这儿,你快开除她,好不好吗? 如果你不想再看到她,我可以让她去后苦打她 你 算了,没你报仇十年不久,等着吧 有你们落到我手里的手 不用了,我自己走 这么多年不见,珍珠为什么变得这么嚣张跋扈 知行,你真好 什么?爷爷就病复发了 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找到扁鹊第十八代船员,让他给爷爷治病 发生 发生 现在怎么回事,总觉得没什么好事发生 神医救救我 神医救救我,救救我,医生救救我 大夫,大夫,快救救我 神医救救我 大家不要着急啊,扁鹊第十八代船员,今日免费为大家医诊 徐总 扁鹊传人沈渡沈神医开的医馆就在前面 每周四她都会举办免费议诊活动 回去记得按时吃药啊 谢谢沈大夫 再一位 沈大夫 你好,能不能请你出诊,我们可以付钱 真是原家陆寨,许知心,也有你求我的时候 这位先生,我这里呢,是针对普通群众的免费议诊 有些人看病,上医院去 有个性,我出一百万,够不够请你看病 不好意思,钱姐姐不了所有的问题 家事要求,议诊不收费,你给再多钱都不行 我这儿还有很多病人,你如果没病的话,往旁边上 下一位 哎呀,哎呀,疼啊,疼啊,疼啊 谁是这儿的大夫呀,给老子出来 我兄弟吃了你这儿的药 现在变成这样了 哎呀,哎呀 今天不赔钱,以后你就别想干了 碰瓷是吧,我可没钱 别以为老子不敢打女人 住手 哪来的小白脸,想个老子比划比划是吧 不知死活的东西,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哼,装神嘛,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滚出去 哼,好大的口气啊 哥,没事吧 愣着干嘛,赶紧来电话 有本事,你小子别走 别走,我告诉你 喂,你老板能不能行啊 不然你也打个电话,叫一面包车的人过来吧 哼 好害,好害,饶命 好害,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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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来这个盲碧瓷嵩里的小白脸还挺厉害的 不过你今天算是落在我手里 跟我说没用 你得罪的是这位沈大夫 对不起沈大夫 以后咱再也不敢来闹事了 行行行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以后再也别这样了 走走走走 沈大夫 现在能出诊了吗 这里是一百万 是你 许总 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这回来我这 是又想怎么讨你无分期欢信啊 许总 你不被沈神医了 沈大夫 看来你的兼职逞多 多不多的你管不着 反正我不置有钱人 只要你帮我治好我爷爷 任何条件你都可以 任何条件 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你说这街道怎么这么脏啊 好影响我看病的心情 好我来许总 这怎么能让您来呢 我来 哎 许总 我看你这人品一般般 这孝心也一般般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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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给我来 你想干嘛呀 没什么 嗯 扫得不错 不过吧 我这个人只看穷人 就是不给有钱人看病 你耍我 你怎么还急眼啊 我话还没说完呢 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调制也可以 不过得加钱 得这个数 这一千万只是定金 治好了 我可以再给你一千万 这么多 我只想说两百万来着 这个谁顶得住我 哎呀 来来来 这边坐 哎呀 钱不钱的都是小事 主要是我这个人吧 就是见不得人生病之苦 好了 我带你去见我爷爷 好嘞 不能怪我没出息吧 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两千万 这么多钱 这些钱够给孤儿院的小朋友看病了 剩下来的钱 还可以把孤儿院翻新一下 买多少家具啊 哎 等等我 爷爷啊 这个药啊 是我发了大价钱 从国外买回来的 您试试 好好好 很有心了 等等 这药吃了 是会出大问题的 你怎么在这儿 你懂什么看病啊 这个药可是我花了好大心思才能到手的呢 这行呀 这是谁呀 哦 爷爷 这位是沈神医 点穴的第十八代看人 我专门为您请过来 给你看病的 他 神医 扁去传人 真行哥哥 你呀 肯定是被他骗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徐老爷子冒犯 穿模作样 知行 你快把他赶出去 爷爷的身体 怎么能让他这么乱来呢 认识 人的好 哎 你怎么能随便查证呢 出了事你担当的起吗你 相信我 哼 招摇撞骗的霸气 该死 难道真的会一说 那他以后 岂不是能光明正大地留在这儿 我识心哥哥对身边 要kon 他是吗 我 来人啊,赶紧报警,把他抓去坐牢 你看清楚,爷爷吐了真是淤血 这鞋 爷爷,你怎么样 我没事,吐了口鞋,感觉身体轻松多了 腿上扎针的地方还暖洋洋的 看到了没 爷爷,我保证您再连续针灸一个月 一定能重新站起来 重新站起来,沈大夫 您,您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了 不过,你未婚妻刚刚删我巴掌这件事 怎么算 好,珍珠也是担心爷爷 一点小心意,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要是不要呢 知行哥哥,我刚刚是太着急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你居然敢打我 我也不是故意,毕竟我真的没有忍住 知行哥哥,你快帮我报仇 陈大夫,这是答应您的医药费 前不前的都是小事 我是和爷爷您啊,实在有缘 好好好,芝琪啊 你替我送送沈大夫 陈大夫,请 让开 哎,你 嗯 陈大夫 你好像很宝贝那么平安符 那平安符是从哪里来的 朋友送的 朋友送的 什么朋友 你们还有联系吗 你问这么多干嘛 你这么关心 改天介绍给你认识好了 哎,看来是我想多了 不必了 我已经有珍珠了 这 手动的 死得快 知行啊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吗 我好喜欢 你喜欢就好 我说过 等我们长大以后 我会让你住最好的房子 吃最好的食物 我最好的生活 我就知道 男人啊 都受不了勾引 智行啊 你对我真好 好 哎呀 珍珠 我送给你的平安符呢 什么平安符啊 我以前送给你的 上面写了我的名字 你说过会一直在他身上的 啊 那个呀 哎 都过了这么久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 丢了 丢了 知行 你不会怪我吧 我难道还比不过一个平安符吗 不会 你好好休息 你好好休息 我难道还比不过一个平安符吗 我公司还有点事 哎 啊 啊 啊 奉着如花似玉的老婆不管 大晚上的跑过来加班 还连累我跟着一起 许助理 许总 你说 你查一下之前幸福孤儿院的张院长还在不在 是 知行 爷爷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呀 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然后呢 爷爷 啊 来了 爷爷 我来看您了 我来看您了 沈渡 你怎么还在这儿 你 你们认识 他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 那个 啊 你是 小渡的妹妹吧 爷爷 我呀 还是您的孙媳妇呀 沈渡 你在这干嘛呢 哦 爷爷现在由他来照顾 我竟不知道姐姐还会治病啊 你不知道的事多了去了 你 好了 小渡啊 留下来一起吃饭 我让保姆给你做红杀肉怎么样 沈渡 你到底给徐老爷子下了什么迷惑药 你不会是想借记勾引我老公吧 放开 放开 就许知行那个字大方 谁呀要谁要 等等 你的平安符拿来的 关你屁事 小渡 你什么都可以抢走 但是这个平安符对我来说很重要 就着你把这个平安符还给我吧 啊 啊 珍珠 这是眼哪一处 你没事吧 痛不痛啊 徐总您来了 您来的再晚一点 您夫人的伤口都愈合了 我提醒过你 没有人可以在我身边欺负珍珠 算了之行 小渡 你什么都可以抢走 只要你把平安符还给我 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平安符 他身上的平安符是你的 这个平安符我带了十几年 怎么就成你的了 沈珍珠 你还真是什么都要抢 拿来 凭什么要给这是我的 拿来别别我动手啊 算了之行 我没事 小渡 你偷了我的平安符 我不怪你 你就还给我吧 我偷了你的平安符 你有什么证据 这上面 用我老公的名字 哼 那可巧了 这上年刻的可不是许志行的名字 看清楚了吧还给我这是我 你还给我还给我 为什么他总是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哈哈 你还拿呀 小飞还给我后面有我的名字 那 那是我的 我们交换 为什么要交换 想真过 是在交换平安符 进屋 我 我只要交换平安符 你还能交换平安符 你还要交换平安符 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这已经是你第三次伤害珍珠了 如果还有下一次 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在南城待下去 你会后悔的 只行 你晚上别走好吗 我一个人害怕 好 我等你睡着 先喝杯牛奶吧 我不喝牛奶 我乳糖不耐受 你乳糖不耐受 可是我小时候的牛奶都是你喝的 可能是长大后太久没喝牛奶 突然就变不耐受了 你喝吧 我喝 嗯 我呀 把小时候欠你的牛奶都给你补回来 可以吗 你忘了 我从小就如糖不耐烧 一喝牛奶就拉肚子 我们都这么久没见了 这小时候的事都忘了 徐助理 你要是有骑士的话就先走吧 我一个人也可以的 你好好休息 我都这样了 他居然还真的走了呀 都过这么久了还没有生命煮成熟饭 真是气死我了 张院长 小飞 没想到现在这么有出息了 当初你爷爷把你从孤儿院带回许家的时候 你还哭着不肯走 舍不得珍珠 后来珍珠也被领养了 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张院长 我们已经办理了婚礼 就差领证了 这么大的喜事 珍珠这孩子怎么没告诉我 您和珍珠还一直联系着 是啊 有段时间幸福孤儿院是直出不进 是珍珠找到了 这孩子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孤儿院帮忙 平时做起个兼职 挣钱补贴院 他呀 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没想到珍珠小姐看着养尊处优 实际上这么勤劳能干 珍珠一直以来都很善良 是啊 前段时间珍珠还打了两千万关 把几个重病的孩子送进ICU续命 每天是几十万几十万的烧 才渡过难关 这些孩子可喜欢珍珠了 你看 你看 他是珍珠 对呀 这不是沈医生吗 是 珍珠的医术很好 他说那两千万就是他治病的愁了 说病人家属是人傻千多 还说这两千万就当替病人挡福报了 哎哟 张院长 谢谢你啊 以后院里的开支 许诗集团全包了 我先送您回去 谢谢 郑珍珠 放开 我不是珍珠 我是沈杜 你看清楚了 我 你就是珍珠 以前是我下了眼 你明明在我眼前我却认不出 许总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工作的一天真的很累 让开 我不想再说第二次 许总 你这样是行不通的 我叫你男人三分罪 免到你流泪 许总 你坚持住 我跟你交个代价 是你下的在家吗 我送你 给你打个酒吃 不是 送我们许总 送不了 你找别人吧 哎 沈大夫 这等了半个小时 才等到你来 大半夜的也叫不到人了 加钱 到了 沈大夫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许总拖下来 我去 珍珠 珍珠 松开 送我也给你送过 我走了 别走 别走 哎 智行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呀 你都好几天没回家了 我都担心死了 沈杜 你是不是一天不勾引我老婆 你就浑身痒呀 哼 你还敢笑 我打死你个不要脸的 你想干嘛 智行 你你醒了 是他 是沈杜 他又想打我 杜了 你打我 我是珍珠啊 是你顶替珍珠的身份 害我和珍珠贱密不相识 这一巴掌 只是一个教训 徐助理 通知下去 许氏集团和沈氏的合作 取消 是 许志行 你不能这样 你撤资了 沈家会垮掉的 沈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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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喝醉 你演这一出是想干嘛 我 珍珠 是我做错了 我现在后悔了 是我以前有眼不识泰山 你不是说我不是沈珍珠吗 你是 我乳堂不耐 每次发下的奶来我都给你喝 你喝了以后 就说要当老大照着我 这个承诺你忘了吗 我不是 我不过是一个谁都能杀耳光的小名字 当什么老大 对不起 是我错了 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这一次 我不会再让小飞和珍珠分开了 给我一次机会 原谅我好吗 看你表现